這樣給我下達的任務就是 因為高空球比較多吧 希望我從邊後衛也盡量不參與攻擊 防守居多 也需要我的定位球頭頂防守 所以就會把我擺在場上 可能盯人上的一些小技巧或是盯組 讓大家更專心地去專注這個定位球 因為你當然在運動賽如果都沒有進球的話 那定位球就變得很重要 對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有做一些多的訓練 其實台灣選手就是在這種 這種很不要有拚搶激烈的這種比賽 真的確實比較少 那可能他們很多在旅外的球員 他們可能都習慣了 我覺得我們台灣球員就是必須 要多多去嘗試這種入口 然後在之後的比賽要能夠習慣 對 跟以往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人家在進攻我們就覺得 有更好角色 有充滅 raise 公司